雖然切成一片 因為沙燒是把它捲起來 用混的那種在那邊煮 它會想要讓那個肉汁全部掛附在裡面 然後讓它切開的時候 那個肉汁流出來 然後我們就這樣吃了 剛好油油亮亮 蔥薑蓋在上面 你這不知道嗎 這怎麼弄嗎 這怎麼弄 我的這一碗是黑蒜的拉麵 黑蒜的香氣非常的香 它上面就淋了一兩層那個黑蒜的醬 你們以為說桌上這個已經很誇張 妳先來看一下它端來這一碗 真的太誇張了 天啊 太太好了 這個是本來就這樣嗎 根本就這樣 這個上面有東西嗎 跟他們點的都一樣 老闆就算是給我一碗青蔥 我也分不清楚 到底有沒有辣麵 你們都蓋出 妳知道現在蔥有多貴嗎 這一家店實現了 青蔥自由 真的 是 而且這是會搞得很像那種 火鍋399 然後在旁邊有沒有 真的 自己那種沙茶醬啦 醬油啦 蔥花蒜的 你看那種 小大哥 那一盆 那個拿來給妳吃 那就是你 怪不得做無虛席 你看看 而且小翔哥你這一碗 是怎樣 叉燒的影分身之術嗎 不是 這個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丟 有九片耶 然後這一碗給它趕下 恰 是不是 恰 先吃原味 有一點消炭 這個海苔也是 那現在 怎麼了 有點卡到 現在是怎麼了 你在生氣嗎 不是 這個 這個要怎麼吃 你為什麼這麼有情緒 我怎麼吃 很想吃 但是這個 它就擋到了我這個 對不對 令人犯罪的無關 先吃這個 先吃什麼 對 已經不知道怎麼下手了 好緊張喔 喔 漂亮 它弄得很透亮 雖然接成一天 因為叉燒 它是把它捲起來 用混的那種在那邊煮 它就想要讓那個肉汁全部掛附在裡面 然後當它切開的時候 那個肉汁流出來 然後你這樣吃的剛好 油油亮亮 喔唷 好像擦了唇蜜這樣子 有的 但是我覺得它是那種比較有嚼勁的 但是它裡面那個叉燒的香味 還是很好 還有耶 嘿嘿 要不要吃吃看 因為我很多 你拿一片也對 因為你沒有叉燒 對 因為我很怕我沒有叉燒 因為你這是蔥花拉麵 你就蔥這樣蓋在上面 你這不知道嘛 這怎麼弄嘛 這怎麼弄 還是蔥 它已經剝成這樣了 你看看 我找到了 我也是有叉燒的 好深喔 有沒有 麵 我找到麵了 Oh my God 是用一種尋寶的心情 在吃這碗青蔥花拉麵 太開心 也太爽了吧 我每一口 都可以吃到那個蔥的脆 然後那個蔥的香氣 這樣子凍出來 跟全部它那個 吸在麵上面的那些 融合在一起 哇 好爽快喔 天啊 這 住在這邊的朋友也太幸福了吧 真的 愛蔥的人 要來採一下這個點 滿滿的 而且它的蔥不會有辛辣味 對 我剛剛吃其實它的蔥蒜 比較偏甜的 它切的那個厚度 沒有到就是非常的細碎 所以那個蔥的咬勁跟甜度 也都吃得到 我的這一碗是黑蒜的拉麵 黑蒜的香氣非常的香 它上面就淋了一兩層那個黑蒜的醬汁 它的黑蒜的醬汁 不會太過於油膩 它上面雖然有超級成一層薄薄的那個黑蒜油 但是完全不會油膩 然後它的麵煮得剛剛好 還是帶有一點口感跟含性在的甜 我覺得 如果你是喜歡吃辣的朋友的話 這邊一定可以滿足你 因為其實老實講 真正的日本人是沒吃那麼辣的 他們的辣會比較偏那種味噌 可是這一碗 我剛剛喝一口湯而已 因為它其實還有一個類似像辣味噌這種東西 哦 中藥這個上面 欸哪一口都還沒中 我都還沒拌進去 我喝一口湯已經滿辣 我現在已經有點在流汗 它這辣實在滿舒服 有點像那種辣味噌的感覺 我現在把它拌開來看看 哇哇哇你看整個湯的顏色不一樣了 哦 如果你是喜歡吃那種大陸的那種麻辣鍋的那種 你會很喜歡 因為它這是那種比較偏中藥的那種 覺得嘴巴辣 但是你會不自覺的想要再繼續吃 原因是因為 它這個辣醬跟它這個臀骨湯頭 其實配起來是好吃的 正濃厚的 然後再加上因為我覺得這個麵 是我自己最喜歡這樣的麵條 細捲麵 那配上這種比較濃郁的湯頭之後 其實它很容易再多細附這個醬汁 一口湯一口麵 然後記得要準備一杯啤酒 或者是冰水 它加了正式醬料之後 奶味不味道非常的濃 然後可可的香氣跟肉粿還有辣椒粉 就是完全是香腿香腸 Gay Onda 哇 所以墨西哥打招呼的方式 人的國籍越來越多 大家好的概念 我們是不是要先來喝他們的飲料 好 這些原料是每桌一個巧克力的飲料 墨西哥人真的會喝的飲料 會這樣喝 以前比較多人會喝 但是現在我覺得原來也少的 OK 其實我們要加一堂的辣椒 哇 這麼辣 喔 加在裡面 加在牛奶油 喔 然後這邊是肉粿 肉粿 肉粿 喜歡肉粿 肉粿 肉粿超香 然後這個是可可粉 可可粉 主角來了 這是什麼 我們今天要加的湯 龍舌蘭湯漿 喔 龍舌蘭湯漿 龍舌蘭 但是沒有酒 龍舌蘭酒 聽到龍舌蘭酒 會想到鐵器 對啊 鐵器 對對對 所以這個我們要放在這邊 蛤 就是專門攪拌這個的 你們的攪拌棒好特別喔 對啊 這是傳統的攪拌棒嗎 對 好精緻喔 好香喔 好香喔 是很像牛奶加奶茶的香味耶 像巧克力加香料奶茶的味道 好好喝 真的假的 不辣 也不會甜 香味 會甜 甜比較多 那辣是只剩香 香 但是完全不衝突的 好喝耶 超好喝 它那個肉粿的香味 跟辣的那個香味 好像融合在一起 它這樣子 它一樣是放到牛奶裡 可是你反而覺得 它加了正式醬料之後 奶味不味道非常的濃 然後可可的香氣 跟肉粿還有辣椒粉 就是完全是香補香氣 好好喝 接下來我這樣就會 很期待它的巧克力了 這不就是普通的巧克力餅乾 不是嗎 這個巧克力餅乾 是沒有牛奶的 喔 最重的 最重的 它為什麼有十字架嗎 它說這是以前 他們給戰士吃的 可可是他們的神 信譽給他們的營養的食物 然後吃了戰士就覺得很有力量 可可樹 就是科學的名字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什麼 Djobroma 可可 為什麼 講得這麼好啊 可可可餅乾 巧克力餅乾 戰士 戰士 有沒有覺得它是大力量 真的 有 我以為真的像餅乾那種 有一點粉粉的 它真的是巧克力 一塊巧克力 它裡面的那個甜 很像是糖粒在裡面 對 就是你咬下去你會咬到那個沙沙的那種口感 但是它不會死甜喔 它就是 有那個感覺 很像把那個脆片把它壓到最碎最碎 然後你再配一下可可這個牛奶 香啊 哇好爽喔 因為呢 一般我們會覺得 如果你已經吃巧克力 再喝巧克力牛奶 超膩 你一定是膩到爆 但是你會進來會覺得說 這一個很好喝 真的 我也信 我們去杯 接下來要體驗 Enchiladas 這不是咖哩嗎 對啊 很像 其實很像 上面的那個醬 對 我們又加巧克力 是在威拉 很傳統的一個菜 到底是怎樣啊 你一直在講 你從第一個吃到的味道開始講 前後的味道很不一樣 前面會帶咖哩的那種香 因為可能加了很多香料的關係 就跟咖哩有點相近 但是吃到一半就可以吃到它的甜 然後蹲下吃的時候 剩下的是 辣 好酷喔 很好吃 我本來覺得裡面最詳細的是 玉米餅的香味 經常你嘴巴之後 你就會 想說 有一個印度 這是咖哩的錯覺 不是 玉米餅一沖出來 它那個辣椒跑出來之後 你就確定它是墨西哥的料理 它的甜比較像蔬菜的甜 跟玉米餅的甜 跟玉米餅的甜 然後它的辣也不是到那種很辣 可是就是粉撲在你舌頭上 它是甜甜辣辣 可是這個味道非常好吃 跟咖哩又是不一樣東西 不喜歡耶 我們現在的口水很像分泌 遠遠就聞到香味 所以我剛才直接還沒吃 我先order多一盤 在韓村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豬肉 外面真的是非常的酥脆 你一不小心你就吞下去了 剛剛先去那個裡面的時候 我是看了一下那個菜單 結果它已經有客人的義大利麵在桌上 我們今天要吃的 我光用聞的用看就一定很好吃 欸等一下等一下 沒有問題 你是不是肚子餓了 不是不是不是 這句話講的話很嚴重喔 不是因為它要吃的那個 我們要吃的那個義大利麵 現在口水很像分泌 遠遠就聞到香味 所以我剛才直接還沒吃 我先order多一盤 為什麼哥要去聞別人的義大利麵 我想吃一盤 因為很香 而且我網路上有搜尋到一天實際 我覺得很好 他說他四天三夜吃下來 他唯一只有印象點就是他們店 原本只是把它列為來必吃的餐廳 但是到後面變成說 以後來一定要吃 就是推薦給朋友一定要吃的餐廳 耶 我先說我最怕不太會想講話 我一直想要丁子的食物吃 我喜歡的 因為它從頭到尾就是在鎖住這一盤 這個很厲害 這是什麼 它就是蒜頭辣椒米大利麵 它的麵剛剛好 不會太硬不會太軟 它是有沒有產品帶的 然後我滿喜歡它的蒜頭酥 因為它其實有炒過的蒜頭 跟好像炸過的蒜頭在裡面 有兩種不同的頭膏 全部都是蠻豐富的 其實這種一道裡面 我最喜歡就是用心穩 心穩要感受它那個蒜頭 跟剛才有成生的那個變化之後 那種感覺 其實如果你剛有去看那個做過程 他老闆娘他真的很堅持在做這道菜 那顆蒜酥 是他用生蒜 花很長時間去炒 所以他剛剛 你不能跟他聊天 因為他必須要認真在煸炒 不然會燒味搭 因為蒜素這個東西 他有點像裹著糖衣的毒藥 因為你用得好 他就會讓你的食物增加很美味 你用不好 他就會變得很苦 不燒掉 整個苦掉 然後配上他這個半熟的麵條 然後再放上高湯 然後用培根的油 整個去做一個融合 所以你每吃一口 其實都是有蒜頭跟梅根 還有他自己的高湯的精巧 而且我第一次吃到的義大利麵 是這麼乾的 它裡面完全沒有任何的湯汁 對 但是有時候就算是清炒的 它下面還是會有一些湯汁 但它這個真的是收的比較 它就是炒的很非常的乾 然後就是會保留那個食物的那種 炒過的那種香氣 很紅的很爽 好扯喔 我個人真的很喜歡 很喜歡 聽說這個 是我們油性製作人大力推薦的 它是說在恆春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雞翅 的雞翅就是這個 這很假的 這個話其實很重喔 一個史上玩家 沒關係 沒關係 你們先吃 它的醃料 有種墨西哥感 唉唷 墨西哥是辣辣的 它不是辣的 是那種紅椒的那種味道 外面真的是 非常的酥脆 嗯 你一不小心 你就吞下去了 因為它裡面的肉汁很滑 很香 好好吃喔 它連那個雞翅的最後這邊都脆到 很像餅乾一樣 然後完全一點都不油 我剛剛直接就把那個骨頭吃下去了 因為它太脆了 這個厲害了 這是蠻有特色的 叫做老奶奶燉飯 什麼意思 老奶奶 它的最大的特色呢 它是加了油蔥酥 台式 然後西式合璧的一道料理 就是燉飯它居然還有油蔥酥 吃吃看 欸 它料很多耶 對啊 這是很豐富的 不是只吃到飯而已 欸 它就是一個起司跟油蔥酥的一個結合耶 起司跟油蔥酥 我沒有想到的話可以這樣做耶 因為燉飯的靈魂其實是米粒 那因為在義大利 他們用生米來煮 那在這團 雖然看起來是由加熱台式的原住 可是老闆還是玩途馬虎 他是用泰國的 長米跟短米混合在一起 哦 然後讓它的這個米粒吃起來 其實還是有口感 是中間是還有那個澱粉質 比較高的那種感覺 因為這樣子 你才可以吸收到更多湯汁的精華 而且我覺得它有一點很厲害的是 它裡面有非常多的蔬菜的料 但是你吃下去的時候 它的蔬菜料還是保存在裡面 他們有被油蔥酥整個蓋過去 所以你其實就是 它的味道就會變得很豐富 很多燉飯 台灣人會吃 沒辦法吃完 是因為可能會覺得比較膩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加了這些油蔥酥 比較台色一點元素之後 剪低的那種奶醬的那種 比較容易膩口的感覺 對對對 欸 有吃過三杯有吃過滷味 沒吃過三杯滷味 沒有沒有沒有 兩個混合在一起了 肉皮的部分 好特別喔 滷味外面還有那個 麻油三杯 薑的味道 好香喔 而且這個真的很適合 其實我覺得配飯也滿適合 或是喝個酒之類的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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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一個不一樣的 也是在地人提供的 就是說你有看過炸的 你有看過加熱的滷味 你沒有看過它現炒的吧 現炒嗎 要煮耶 三杯 三杯的滷味 然後炒的 對不對 是我們想看到那個 三龜的那個三龜嗎 好香喔 它是先滷之後再炒 好香喔 這個是在炒布喔 很棒耶 你們要什麼 我要豆腐 洋蔥 這個都要拿 我要選一些 可以嗎 三杯不會出現的東西 討厭老闆 就是在一起的這個能力 炒辣椒兇猛了 因為老闆 剛剛問我們說要不要加辣 我們本來想說怕吃太辣 其他加辣醬在旁邊 他說不是 這個是炒辣椒 直接炒在三分之間 真的嗎 這個無可辣了 你看它旁邊那個備料 有煸好的薑片有沒有 還有蒜頭 還有麻油 麻油生辣椒對不對 這在這裡好香喔 天啊 這種天氣 這三寶吃下去還會冷嗎 不會了 不好意思 小梁跟我們沒有 因為那種油板 材質上的東西 你應該拿他們也吃 因為其實三杯要做到好吃 蒜頭要夠味 對 對 這裡不是四次來 這是包房的味道 四次啦 OK啦 沒關係啦 我跟他講過他OK啦 來 你吃 這可以直接當你到下韭菜耶 對啊 也太合了 這需要一點時間才能炒成這樣 到底為什麼想說會去擦人家 這不是四次去啊 不是 我想說 他有處理過 我想說是什麼味道 你看這個 這個看得出來好嗎 莎姐 這看得出來 謝謝 包是什麼 到了 現炒的啦 來…吃看看… 有吃過三杯有吃過滷味 沒吃過三杯滷味 沒有 兩個混合在一起了 豆皮 好特別喔 滷味外面還有那個 麻油三杯 薑的味道 好香喔 而且這個真的很適合 其實我覺得配飯也滿適合 或是喝個酒汁類的 對 很濃郁的味道 我覺得是這個夜市限定的 在外面找不到這樣子 我也沒看過 對不對 沒看過 它就現炒 然後炒成三杯 對 真的沒看過 憲哥 你知道會不會辣 一點點 但我人生第一次要吃 三杯科學麵 我覺得真的滿酷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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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滷味 很特別的口感 滷味跟麵有吸到這個滷汁 其實在外面又裹上了一層 這個三杯的薑跟麻油的香氣 就是如果你是喜歡 麻油跟薑的這種味道的 你會很喜歡這個麵 這算是一個滿酷的方法 對 它有兩種味道都充分的吸收 對 而且重點是 老闆也很貼心 它這個麵就是稍微燙過了之後 還有點硬的時候 到最後要起鍋前 它才把它放下去再攬它 利用其他食材的熱度 把這個麵給弄傷的 而且它還是QQ的 你剛剛夾起來的時候它好看 真的 所以它的那個熟度才會比較剛好 不會斷 而且大家都很厲害啊 都把它當筷子再用 它明明給的是竹籤 好吃 真的夠味 OK 今天加上OK 很厲害耶 鬆軟度等等都很好 不會說太... 我要加黃金黃豆 欸 看一下看一下 欸 對啊 這個就是這樣子往外的啊 這樣 哇 而且它的豆花口感真的非常好 它這裡真的是用最傳統的那個鐵的那個 好嫩喔 而且看起來真的是超級細緻的 對啊 這個會讓我想到以前那個小學的時候 都用這種塑膠袋 你等一下可以喝啊 而且這個豆漿是自己磨的 對對對 豆漿也是自己磨的 欸 來了來了來了 吃看看吃看看 喔 剛剛真的是現場才瓦出來的 而且我這一碗端過來的時候 還一直在冒煙冒泡 你看它那種滾的程度 吃起來真的不像一般吃到的豆花的味道 對 它超級綿密喔 對 它軟軟綿綿的 而且我剛剛因為這樣瓦了 然後你看它自己就掉了 它這個豆花很厲害耶 它是真的是 我覺得是 你怎麼會沒有吃過這樣子的豆花都黏到不行耶 要不是它燙 你放到嘴巴裡面以後 剩下的只剩滑生了 而且它就是很簡單很單純 沒有在於過多的 比如說一些調味啊 或一些配料啊 我覺得就是那種傳統記憶的那個味道 可是我覺得那種最舒服 我每次永遠只吃花生 是因為我覺得 它的花生真的做得很好 就是有花生的香氣 鬆軟度等等都很好 不會說太硬或是太甜 像那個吳念珍導演在那個廣告上面講 感覺這個 每一顆花生都是有挑過的感覺 而且一般種花生啊 它都是 一般的店家都是把它已經盛出來 放在一個彎 然後這樣加而已 你有沒有看到它 它都還一直泡在 它那個鍋子裡面 對 它維持它的那種軟嫩 對 而且像我這一碗啊 是那個 薑汁的熱豆花 我已經快要把這個湯喝完了 因為像在那種冬天 然後你喝個暖暖的薑汁 老闆娘剛才有特別說 它的薑汁是不加糖的 所以如果說 你要調那個糖水的話 你是自己可以跟它order 然後又分量 我剛剛其實算是少糖 但是真的很溫潤 是不會有那種刺激性和強的薑汁感 對 所以其實如果說有些人怕薑汁的話 也可以喝這個 因為它真的沒有很強的攻擊性 我覺得它 那個豆花是走比較健康路線的 它就是不會太甜 然後裡面又真材實料 而且我剛剛吃到它的每一個配料 其實都非常的綿密 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覺得 早餐吃這個 超棒 有雞眼喔 有有有有 雞眼是小點 但是吃得出它的脆膚感